大量激素蛋流入市场可能致癌 提醒五种鸡蛋尽量少吃或不吃 2024年2月 重庆市万圣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 重庆某百货有限公司经营的鸡蛋 减出恩诺沙星残余含量超标 被处罚款3000元 没收违法所的收入 2023年9月15日 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 西安某地的部分超市鸡蛋抽检 检出恩诺沙星 福本尼考、甲销座、地美销座等药物超标 此外 关于鸡蛋检出禁用受药被处罚通报的情况就不少 2021年6月11日 黑龙江省加姆斯市市场监督局发布通告 称加姆斯加勒购商业有限公司销售的鸡蛋恩诺沙星 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被罚款15万元 重庆与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发布的处罚决定书指出 重庆爱联百货超市有限公司龙湖店销售的鸡蛋抽检 恩诺沙星项目不合格 安徽省同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告 同关区路连贵勤蛋摊销售的鸡蛋 恩诺沙星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一鸡蛋减出受用药对人体危害大吗 鸡蛋作为一种性价比很高的高蛋白质食物 有着很高的消化吸收率 人体吸收率可达98% 深受人们的偏爱 不过随着鸡蛋养殖业的发展 养殖过程中抗菌药的应用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很多地方都被爆出鸡蛋中含有抗菌受药 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残留在鸡蛋中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执法人员周华英介绍 鸡蛋中的受药是养殖户为了预防 控制下蛋机疾病使用后 经过下蛋机代谢转移到鸡蛋中产生的 鸡蛋中受药残余的主要原因是养殖户未遵守修药期规定 违反药物用量要求 违规使用禁用药物导致的 一般来说鸡蛋中减出的受药常见的主要有以下三类 不同的类型的受用药 长期使用对人体产生的危害也有有所不同 一、恩诺沙星 恩诺沙星也就是一级环柄腐泰酸 可以预防治疗禽畜的细菌性感染 支援体疾病等 我国动物性食品中受药最高残留限量中 曾规定了恩诺沙星及代谢产物的总残留限量 长期摄入恩诺沙星超标的食物可能会导致头晕 睡眠不良、头痛等轻度胃肠道刺激症状 大剂量长期摄入还可能引发肝损伤 二、福本尼考 福本尼考可用来治疗敏感细菌导致的细菌性疾病 动物性食品中受药最高残留限量中曾规定产弹机禁用福本尼考 长期或大量使用福本尼考超标的食物 可能会导致颗粒白细胞缺乏症 再生障碍性贫穴等疾病 还可能引发早产而灰色综合症等 三、金刚丸案 金刚丸案可用来抑制流感病毒 是一种抗病毒药物 我国农业部曾明确停止生产 使用金刚丸案等物质 长期或大量摄入金刚丸案可能会产生神经毒性 增加流感病毒的抗药性 甚至诱发变异 影响到身体健康 二、大量激素鸡蛋流入市场 不仅有多害致癌 偶尔吃到双黄蛋 有的人心里美滋滋的 但也有传闻称双黄鸡蛋中含有激素 并不是正常培育的 青少年儿童吃了之后可能会影响发育 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 双黄蛋的产生确实是下蛋肌体内的激素调控的 由于刚刚产蛋的母鸡对于产蛋流程不熟练 可能会出现激素分泌异常 影响排卵在短时间内产生两个卵黄 从而产下双黄蛋 但双黄蛋与人工激素是没有关系的 那市场上是否存在激素鸡蛋呢 鸡蛋中本身会有黄体酮等内源性激素 这些内源性激素并不会威胁到身体健康 不过 要小心一些不法商家非法添加激素类药物 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事实上 我国并未批准过使用激素类药物来促进动物生长 鸡蛋中也不允许添加激素 一般正规厂家生产的鸡蛋中并没有外源性激素 是很安全的 三 这五种鸡蛋才真的要少吃 鸡蛋本身价格便宜 而且营养价值高 是日常出净率很高的一种食材 不过 这几种鸡蛋要尽量少吃 一 毛鸡蛋 很多人喜欢吃毛鸡蛋 甚至认为毛鸡蛋大补 但其实毛鸡蛋是孵化失败的鸡胚胎 并没有特殊营养和神奇功效 反而可能会存在细菌感染等风险 要尽量少吃 二 糖心蛋 糖心蛋本身没有熟透 里面可能存在细菌污染 引发食物中毒 且未熟透的蛋清中的抗生物素 还可能会影响鸡蛋营养的吸收 三 长斑蛋 包开鸡蛋后 蛋壳内壁如果有斑点 那可能是鸡蛋存放太久 里面有细菌等导致的 一般不建议食用 四 炸鸡蛋 经过高温油炸的鸡蛋 可能会产生杂环案类 多环方厅等致癌物 食用后会再增加肝肾代谢压力 甚至增加致癌风险 而且油炸鸡蛋营养流失也多 不建议经常吃 五 散黄蛋 散黄蛋可能是存放过久 受精孵化 运输震荡等原因导致的 蛋也可能是细菌霉菌 进入鸡蛋内所制 如果发现有意味要尽早扔掉 双黄蛋一般是 机体内的激素调控的 与人工激素无关 正常国家是不允许添加激素的 因此购买鸡蛋 尽量通过正规途径 鸡蛋虽然营养价值高 但要尽量少吃长斑蛋 毛鸡蛋 炸鸡蛋 散黄蛋等 小心不利于身体健康 反变 歪